B陣容超級冬華隊 嗨 蘇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健常時間 那今天這集我們來講一下這次出的15年的B陣容超級冬華隊 好那一下蘇香發給觀眾參考那我們就開始囉 這次的話B陣容新增了7位投手配上7位的打者 那一張一張我們來慢慢講吧 首先先切換到15年 好我們先來講打者好了 打者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第一張的話是大王也是一戶年的算卡王啦 大王的話就數值上面啊 或許這個手跟船沒有這麼好 那這張也跟當初那張不太一樣 當初那張力量沒有這麼高啊 但這張力量是直接補上去了 前三項都105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右外野的情況 這張其實如果你有資金真的上到這麼高的卡接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啦 那右外野的大王其實不太多 就可能連原生喔 原生的樂天喔 要用到右外野的大王可能就是 也比較多人在用的 有啦17年塔普卡啦 但 再上去就是要用到傳奇 傳奇也不便宜 好第二張的話是靈紅玉 這張已經缺火了 這張的話前三項火力非常恐怖啊 104 105 107 那手背84是這張比較低的點 我覺得補手是還好啦 那這個 跑雷91加上傳球95其實也都還蠻不錯的 這張是可以蹲補的 雖然說他的手位在DH 我是覺得如果你有資金的話 還是可以考慮的 基本上超級中華隊的打者啊 會比較偏向有資金再拉上去啊 他數值就可能 欸如果你要顧這個後面的三項的話 會比較吃這個強化度啦 所以在打者部分啊 就不會像說投手可能 球威球速主要的數值 比較好救 就只有兩項要救 那剩下就是可以先 欸 還是建議高啦 但 可以先暫時用 那打者就不太一樣啦 可能有些人會去看這個 手背 甚至看到傳球了 所以就變成說打者的部分 或許比較 超級中華隊會比較偏向要練到滿 好那接下來的話第三張是 張建民 張建民這張的話 欸 數值上面就比較偏平均啦 那一樣超級中華隊的話 會有愛向的 你就有愛再入手就好了 好接下來的話是林志祥 林志祥這張的話 欸對難得我也說不用 這張不用入手啦 那17年那張跟這張 基本上是幾乎一樣的 那17年那張的話 還有L打擊多了5點 所以說這張可以跳過 這張這張 不是這張 這張可以跳過 好接下來的話是陳俊秀 這張陳俊秀其實出的蠻強的 前三項都在這個100以上 那 那一壘的話我比較不看傳球 那他的傳球也是這張數值裡面最低的 就 92的跑壘加上94的手臂是ok啦 但超級中華隊的打者就這樣吧 他比較少可以去分析一點 就是練上去 反正滿就好了 那這張15的張志豪的話 數值上面 也是滿平均的 那中外野的張志豪的話 其實兄弟本隊啊 是滿拖的 但 打擊好像都不太夠 就 有些人會用到國家最正常 這張在左外野 那如果你要中外野比較好的選擇 或許 就是有些人就上到千卡 上到傳奇了 那這張的話或許會是一張新的選擇 那郭隱文的話會是 遊擊的一張不錯的卡片 那之前的話有陳俊秀啊 我覺得這種數值其實都不會差到非常多啦 然後這次還有出一張是這個 啊不對 沒了 剩下是投手 這邊都已經 掉到爛了 這數值其實不錯啦 但 掉到爛了 滿便宜的說 好 投手 投手就是比較可以講的點了啦 因為投手的話有這個 先發跟中繼的這個差別 然後再加上他還有球種的差別 或者是一些主要數值的問題 好那第一張最貴的就是呂彥青 這張呂彥青我當初有買一張 但 其實我沒有想到他會這麼貴 這個數值雖然說他在中繼啊 但這個數值其實講實在的 他在 呃我記得這張設定值沒有比較特別 所以他在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跟二三點這樣中華對的 沒有差到非常多啦 那當然這個練上去 有些人是為了說要他的這個克制技能 你就是像這個投手威亞桿A 那如果你沒有練上去的話 我覺得這張其實他 跟二三點這張RP的差距不會到非常大 所以這張就是你有錢再去練就好了 那當然最主要還是因為要克制嘛 那第二順貨招就是林子威 林子威這張的話是中繼 對這張是中繼 然後有彈指曲球 所以這張還蠻特別的 數值上面的話 球威94就相對沒有這麼高 但也是一張還不錯的卡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玩玩看 呃這個 對這張我沒有要入手啦 雖然說他有彈指需求 加上他這個變速跟二縫線 但我投手也蠻滿的啦 所以這張我暫時是沒有興趣的 好接下來這張郭俊玲 這張郭俊玲只能先發啦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你原本有練17的那張啊 就繼續用17的就好了 反正超級中華隊基本上到 比較高的練度都會到 比較滿的狀況 這張15的啊 只能先發 那那張17的啊 先發中繼可以兩頭跑 所以如果你要放中繼的話 也只能選這張啦 啊當然先發的話 我覺得這張比較強啦 但是手動的話 我還是比較推 放中繼為主 那接下來的話 是陳冠羽 這張陳冠羽的話 一樣是先發中繼的雙S 那我們看一下之前的陳冠羽 之前還有一張陳冠羽 欸一樣是坐在先發 之前的話是這張 這一張跟這張比的話 我自己會選15年 那這張還比較便宜 反而不會去選這張 雖然這張評價98 但是我覺得15年這張 是比較強的 看那個 球種評價 也大概知道啦 就是15年這張 會好一點點 如果設定值是一樣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要講到的是 林波又是之前的 然後陳冠羽也是之前 宋家好 這張的話 摩尼不知道如何啦 但手動的話 我是不會選啊 然後 羅過華 羅過華這張 其實跟之前差不多啦 就 應該還是會比較強 這一彈的 投手蠻多 是球數的拉起來的 那 球種上面 我覺得這張比較偏普通 所以就是看自己的配球 剩下應該剩最後一張了吧 最後一張的話是王敬明 王敬明這張的話 我覺得 就數值來看 還有一張 這個 17年那邊 還有一張 RP的 王敬明 在 在這裡 這一張跟這一張 這兩張比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 數值上面 或許 或許 15年的 會好 一點點 對 它相對比較平均一點 它球數到104 那這張球數的話 高是高啦 但是就是只有89 但 就整體的選擇來看的話 我會選17這張的 那我自己也是用17這張的 那我也覺得說你用17 原本用17的人 也不用換了 我覺得也沒必要換 因為我覺得17的比較強一點 那這張就是數值 稍微好一點點 但我覺得17的比較強 它的一些 書差 或者一些設定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去投就知道了 它可以不用 不用拉到滿 就是可以省一點點數 那當然這張也有 但是沒有這張這麼強勢 圖片我也比較喜歡這張 所以就是看自己的裝潢 我覺得17年就夠 你原本有練17的 你也不用換了 好那就是這樣 超級裝潢隊的介紹 接下來或許會越來越短吧 我覺得 要嘛就加1當起手 要嘛就直接練上去 你也沒有剩下的問題 就是你的數值可能 也都滿了 就是選有愛像的 比較有愛的去選 然後剩下就是 如果有出重複的球員的話 我們再做比較就好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收看小朋友都知道了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拜拜